我是散化區公所 區長李黃鑫 那這一次的這個計劃 最主要就是我們文化葡萄補出一個 村落 聚落文化的一個計劃案子 那因為我們散化區這邊 其實整個發展的板塊來講 是屬於市區它發展比較快 可是周邊的這個鄉村的地區 它還是有一些停滯 甚至有一些人口外移的現象 那所以說我們希望說 針對這樣子一個現象 我們透過這個計劃 去把我們現在遺留下來 一些比較舊居落 或者說比較舊的房舍 去透過這樣子一個計劃 去做一個把藝術 融到這個空間裡面來了 這樣子的一個作文 所以說我們才提出這樣六分寮 在這個居落裡面 去提出這樣子的計劃 那就是說這個計劃 我們也是希望說 結合我們現在目前 之前已經閒置下來的 一個社區活動中心 那針對這個活動中心 顯示的空間 我們也很高興說 能夠有獲得一套補助的 那個逃逸設備 然後現在目前都會在開一些逃逸班 提供讓我們居民 或是我們在地的民眾 有機會來學習逃逸 那剛好透過這個計劃 我們也跟藍逃會去做一個結合 那結合之後我們希望在整個門面裡面 或者說未來在牆面那邊 能夠做個改造 然後順便也能夠讓居民 能夠融入這個整個藝術分圍 我們做這個企劃的時候 希望能夠在地居民的一起來參與 共同來完成我們這樣的一個 發現母家六萬的計劃 以門牌來說 它屬於比較容易入門 比較簡單 因為它就是一塊套版 然後你只把你的號碼 還有你想要的圖案 還是你想要的東西捏縮上去 就黏貼上去 它比較沒有困難度 而且燒製成功率會比較高 對它來說 它是屬於它自己 他們家的東西 他們就很用心很樂意去創作 也是以這樣子容易上手 而且能夠讓他們有參與感 又屬於他們自己的 這幾天來去考量 去做製作門牌 叫他來的 我們來的 譬如新曲 有小鴨 沒有 的 謝謝 蠚膽 你 是 很 有一些人他會覺得 他因為他沒有接觸過 可能會覺得很恐懼 覺得好像會很難 其實我發覺他們做了之後 其實有的人想像力滿好的 當然還是有一些說 他做起來會想像力沒那麼高 就是他還要參考其他人的作品 但是我發覺有好多他自己也做得很棒 有一些我也很壓抑 有一些想法還滿新的 我自己也學到不少 教學向上 其實土是很早以前的居民 他一直用來做器具的東西 因此我們這整個計畫 我們就先安排去參觀 我們樹浦的那個靠谷的活物館那邊 然後去了解以前先民 他用陶來作為他生活器具上的一些關聯 那我們這邊可谷文物最早的時間呢 是距今五千年 然後四千年三千年兩千年一千年五百年 一直到日本人都還在這邊生活 所以我們這邊自從五千年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人居住 那你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以前不是這個陶地 陶瓷本來就是一個人類文化的代表性的東西 而且更能夠顯現出當地特色的文化代表 陶藝的那種東西就是 它是跟生活是完全結合的 不管是早期的做器皿到現在的當藝術 其實這個都是跟生活息息相關的 如果是跟生活息息相關 用在地的東西去做 就更能夠代表我們在地的生活 陶藝要推廣就是要從周遭從我們生活使用開始 包括最簡單的吃飯的碗之類的 包括花器甚至做陶壁 可以在牆壁上組合成立物化的 其實它滿廣泛的 在牆壁上組合成立物化 有些人會在牆壁上組合成立物化 也會在牆壁上組合成立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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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下,尤其是像比較偏遠的鄉村 幾乎住的人口都是以老人家為主 我來這邊幾年也很多 看到很多老人家屌臨了 我就覺得說 如果那種老人家他平常有一個 可以捏捏桃啊 自己想捏個小碟子 捏個小杯子 還是幫孫子捏個小玩偶也好 當地的年齡的長輩都比較偏高 有時候也大部分都獨居 那平常如果有一些文藝創作的活動 或者是一些課程安排給他們 去生活比較充實的話 可以避免他們平常有精神憂鬱 一生工作 有時候就是退休下來會沒有事情做 但是其實他自己隱藏一些 比如說自己隱藏一些比較藝術的想法還是什麼 但是他不曉得怎麼去宣線 你從旁邊去稍微引導他 我覺得這也是蠻好的一個方向 那現在目前做散化的生活公益之間 這個地點原本是天料理的一個活動中心 其實在這之前 生活公益之間還沒建立之前 它是屬於一個閒置的狀態 那一個公共的空間去閒置 其實是等於是浪費了納稅衣物人的錢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空間做一個活化 那因為要做一個活化 我們必須結合在地有這樣子的人才才能夠做一個活化 那我們很高興說 跟我們南陶會的理事長 王理事長他就住在這附近 我們住在同事寮這邊 然後我們跟他做一個結合 他提供他的才華 然後我們來準備這個設備 所以現在目前也都有在開辦 那這個點我們未來希望說能夠把它扣得更大 跟學校然後跟社區去做一個結合 那希望這個空間未來不單單只是一個陶藝的工廠 我們未來也是希望說有一些藝術家能夠在這個地方產生 那只要在散化這個地方培養出一兩個藝術家 那這一個空間的活化就值得 那今天我們提了這個以六分了五聚落為中心的這個計畫 其實我們也是在關注說 這個地方的人口除了慢慢移出去之外 我們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生機可以去幫他們找得到 讓這一個聚落 其實它能夠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或新的生命力 那剛好也藉由這個計畫的挹注 然後讓六分了這個地方 其實即便是人口老化了 但是它能夠老得非常精彩 老得非常的快活 我想這個不管在哪一個社區 其實我們都希望怎麼做 你怎麼做事情 我們你看看 是不是跟你說 最好的正確 您 Stadium 這麼說 有所有面子